接着我们再到基督城看一下 新西兰地震委员会查处并阻止了基督城的地震灾害理赔欺骗案 总额达到了460万纽币 有21宗严重的假索赔被递交警方处理 地震委员会称理赔过程出现误差在当地很常见 如果情节轻微的会在内部纠正 但故意欺诈的行为则被依法处理 外国保险公司称 这种自然灾害索赔的客户虚假行为的比例 占到了10%左右